哈喽姐妹们 帅哥美女床上相亲 还能拉小手要抱抱 这是什么厉谱新玩法 当大七岁的姐姐遇上了纯情弟弟 本以为能吃得死死的 结果发现是海王的终极对决 两人一听说要床上相亲 姐姐表示非常期待 弟弟自称设恐 觉得特别紧张 然后一到了床上 姐姐果然非常满意 这个纯情弟弟 直接开始打名 等到自我介绍环节 弟弟已经开始在无形中撩了起来 这话可把姐姐给逗开心了 又是一针打名 弟弟主动问姐姐 喜欢什么样的直气接触 姐姐故作矜持地说 是深情的牵手 弟弟也开始顺竿爬 说自己也是 但是你刚才吞口水的动作 是认真的吗 发现弟弟其实是个小狼狗之后 姐姐也不装了 那么 刺激的期间 怎么会变成 你会变成 我希望说 我会变成 那是 我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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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气氛逐渐不对劲了起来 弟弟身上不漏啊 咱就说 隐形开车最为致命 姐姐一听 还有 B震环节 再次打名 距离再次拉近之后 姐姐明显已经上头 玩头发的小动作就没有停过 弟弟一次就猜对了姐姐的身高 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海王本质 好家伙 今天这是华山论剑高手过招 姐姐问弟弟 如果有恋人的话 最想听到的话 拥抱环节 姐姐直言 自己喜欢从背后吧 然后非常熟练地 滚进了弟弟的怀里 你怎么了 我能看个灯 哇 真的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内容吗 换好衣服后 姐姐主动填下了弟弟的联系方式 明显就是掉进了弟弟的圈套啊 果然 最高级的猎手 往往都是以恋物的方式出现 弟弟这表现 简直重新定义射红 这一步高段位对决 你觉得是谁赢了呢 看多了这种主动互料的 咱们也来看点 纯情小甜品 喝喝口味 当超害羞的薄手女 遇上了寻寻善用的温柔男 两人在床上能擦出什么火花 保守女纪念23 自称母太单身 相亲更是没有过 从相亲一开始 她就浑身掀满了拒绝 从头发丝到脚趾缝 都透露着两个字 局促 这不就是当代社虎相亲实录 姐妹们有没有从她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第一个环节 五厘米自我介绍 保守女就已经有点崩溃 温柔男没有生气 只是非常自然地化解了尴尬 保守女好不容易坚持 做完自我介绍 又开始崩溃 两个人就算躺在了一张床上 中间还隔了一条银河 温柔男问她对于恋爱时的 知己接触是怎么想的 保守女觉得到拥抱的阶段就挺好 姐妹 你这保守的也有点过分了 都谈恋爱了 连个亲亲也没有吗 不过温柔男也非常会说话 到了逼诊环节 保守女紧张得滋满乱降 温柔男也是一脸宠溺的选择包容 我竟然觉得这个姐妹 有点可爱是怎么回事 而且温柔男全身讲话 都让人很舒服 和她说话完全不会尴尬 需要拥抱对方的时候 保守女都已经把脸埋得看不见了 她这一朵娇羞的牡丹花 哪受得了之刺激啊 但是此时 温柔男还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帮她舒缓紧张 姐妹们 我一把子磕到了呀 两个人换上长服一看 竟然不约而同地 穿成了情侣装 保守女也卸下心房 说要去温柔男的家乡玩一玩 这已经是生活迈出的一大步了 我都忍不住 给这位姐妹起立鼓掌了呀 不知道中国要是翻拍的话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喜欢看《床上详信》这个节目的话 喜欢看《床上详信》这个节目的话 由于是磯上课计判划